所有角色就是站磚打怪 所以要玩勤选近战被骗了 打怪抵不上水钱的消耗 游戏送的东西都是需要课金的 开服玩到第二天送的东西也快没了 也快没钱买水了 真是粉搞笑 第一天的盛款跟第二天的空款 真的落差很大 所以总之广告嘛 就是游戏的美好的一面 都是表面而已啊 表面功夫啊 实际上有玩过的人才知道 到底有多差 虽然说我还没玩过 但是我可以从 我从他们的评论里面 感觉到他的愤怒了 真的 我还没玩到的人嘛 都可以从他们评论 感觉到他们无奈 他们的委屈 他们的愤怒 昨天我下载完后 用我FB账号 单游戏账号 但是今天上线时 却说我FB账号被封锁 What the fuck 所以到底 你们封了多少玩家账号 我一直看 我看好几则留言 我看好几则留言 都是说 账号被封的事情 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都还没开始玩就 都还没开始玩就封锁 是封什么意思的 害我预约的奖励都没有 会不会太夸张了 给你拍拍 满心期待预约游戏 想先无刻体验游戏 再考虑是否花钱入坑 结果玩了40等 我就退坑 一刚开始预约下载 我抽了三个红装 开始进入 开始入游戏 全部变成金币 啊 我抽三个红装 我抽三个红装 开始入游戏 全部变成金币 什么意思啊 真的欺骗我小小心理 游戏过程 枯燥乏味 好像已经很多人说 枯燥乏味 已经很多人 很多人都说枯燥乏味 体验人多就算 画面姿态小 人物都看不清楚 解任务顺便打妖怪 等级比我高 或低子 掉水 或符文 啊 解任务 打妖怪等级比我高或低 只掉水 符文 掉宝率 少得可怜 所以简单说就是 在抱怨 掉宝率很低的问题嘛 对不对 虽然说有时候看不懂 他们的文法啊 但是 嗯 他的愤怒我已经感受到了 然后这位说 女性角色设计很漂亮 可惜玩游戏 其实人物变小 完全看不出来 对 他们可能 呃 选角画面嘛 设计的很好 但是 他们一进入游戏嘛 一进入游戏 画面会被拉远 画面被拉远之后嘛 你基本上就看不到他们人物了 哦 精心设计的服装造型可惜啊 完成任务没有提示 玩家会站在原地一直攻击怪 所以就 像刚刚说的啊 什么站砖打怪嘛 就站着打怪而已啊 点选任务才能算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 接受任务会遮住全部画面 远攻玩家在 远攻玩家在原地被怪 近距离攻击 会有种自杀的感觉 呃 反正他游戏设定嘛 我觉得他游戏设定 就是一些游戏的系统设定 应该是蛮有问题的 你们公 哇哦 这是正妹吗 好险家好友 哈哈哈 你们公司账号一场 把我角色都清空 我在客服留言 申请协助处理 既然完全否定我的状况 也 没再帮我查 到底是我课金课不够 还是你们赚太多 现在小编还要封锁我对话就是了 这是正妹吗 请问一下 呃 你们 请问一下这位正妹 能不能来我这边留言一下 我觉得你真的很漂亮 呵 太阳了 连武器 呃 等等等等 他说战号异常 所以 这个游戏 他的战号管理吗 他的战号管理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然后还把人家的角色清空了 所以是花生 花生什么困难吗 这个游戏 战号管理吗 应该很差哦 然后这位说什么 太阳了 武器都打不到 连连个一般都没有是要玩屁 结果任务也慢 冲装备武器爆破率也太高 哦 所以武器的爆破率比他钓宝率还高 比天堂还夸张 也抽个 呃 抽个奖都要钱才有的抽 玩屁干爆了 对啊 什么都要钱啊 什么都要钱嘛 然后那个武器的爆破率比他 钓宝率还高 然后这位说什么 30级M视频礼包手机购买330 除之转点购买330 知道差在哪里吗 呃 我不知道 用点卡买的没有抽卡有 有视频 用点卡买的没有抽卡有视频 手机买的有视频加抽卡 哦 所以他两个两个消费 两个消费是得到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哦 同样价钱嘛 手机买的会有视频加抽卡 除之转点的就是可能用什么什么什么其他卡 点数卡嘛 对不对 点数卡去除的嘛 没有没有什么 没有抽卡 但有视频 所以点数卡买的是视频 但是手机买的手机买的是视频加抽卡 是这个意思吗 大家要看清楚点卡除之也是有大咖掌 呃 大大克掌吧 应该要说大克掌才对 大克掌给你一颗心 因为你们混淆优质玩家的眼睛 买到这种礼包算我瞎了 而你们呢 哦 所以他买错的东西 哦 下载下载后就卡在注册处 不论FB或是Google或是注册 哦 摸不 哦 模块哦 模块代理平台哦 哦 模块游戏公司就对了 模块游戏公司 都告诉我 该网路与伺服器连线错误 请切换WiFi行动数据再重新登录 游戏下载重新安装也没用 手机型 呃 所以他的 我发现就是说这个游戏嘛 很多人都在抱怨账号的问题 广告不实欺骗消费者 烂死了 广告不实欺骗消费者 广告不实 你一直在写屏吗 呵呵 他一直在说什么广告不实 然后欺骗消费者 呵呵 还没玩就锁账号 所以这个游戏的账号到底是怎样啊 已经一大堆人在抱怨账号问题 然后客服又没人处理 这间游戏公司就是这么烂 希望看到评论的大家赶快离开 不要再被骗进来了 OK 然后再说什么 经典啊 真经典太厉害了 还没开始玩 连进游戏都还没进游戏 就被锁账号 what 所以所以账号到底怎样 怎么办到的 找那么多代言人做啥 代言人试玩过没 一直调高掉宝机率 调高乱锁账号吧 王国 我已经被 被锁的莫名其名 王国 是另一款游戏吗 然后一星期后才查完解锁 觉得我还会再玩吗 这是要挂机的一星期后才解锁 有补偿吗 一星期少掉多少东西谁陪我 OK 反正这个游戏的账号管理 应该是不是很好 不OK 你以为上我留言就可以了吗 首先没有NPC在卖白武 只能花钱去交易所买 或者是拼死去水二打 在里面掉率超低 又是在抱怨一些什么 掉保率超低 150抽还要花生 蛤 所以他的150抽 他的150抽 还要30天签到才会有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意思 简单说 我送你150抽 可是你要签到30天才会有 就对了 至于课金更别傻了 第一天人多到排队 现在很多伺服器都处于绿线 知道就知道跑了多少人了 what的 所以这游戏已经很多人退坑了吗 好无聊的游戏 还是steam的好玩 你们坑钱礼包 我能买几款游戏了 水 这个这种留言我最喜欢 人家steam游戏是整款游戏卖给你 但是你们那些手游的礼包 都可以买好几款游戏了 对不对 不被坑钱还能接受 手游花大笔钱 凯子才会这样被坑 还不知道醒 别留言给我 我懶得看 然后然后下面 下面那个模块 模块游戏公司还真的给他留言了 哈哈哈 这有没有想象中的游戏 男友在一天只可限制购买200个回复 回复体力药水 用完就没得买了 而且回血时间超慢 只可手动回血 不能自动回血 其实主任务打怪一直掉血 单人物没血时 只能凭系统自动送回城 人物升级特慢 变身竟然没有快捷键 只能在指向目里 手动解除变身 What the 一堆人挤在组成 呃 所以这游戏系统到底出了什么困难 我真的看不懂 这游戏的系统应该是出了很大的困难 对不对 没什么好说的 只是很坑的游戏 要狂花钱才能玩的友情 对一般休闲玩家很不友善 所以大家别再玩这游戏浪费时间 还要手机开着才能挂机 呃 其实手机开着才能挂机不是很正常 你手机关着就不能挂机 但是他说什么要狂花钱才能玩 所以真的是课金很重的游戏 两天退友 说的多佛心几率有多高 冲传几率可以低成这样 妈的让游戏要玩得自己斟酌吧 一键过一销 可以冲八次没过半次 所以说什么高几率嘛 很佛心都是 听听就好听听就好 问号 昨天下载来玩玩乐观游睡觉 今早一打开就说 我什么该装置开启过多账户 所以暂时不能登录 来要我找客服 找客服干嘛 我睡觉还能开多个哦 所以这个游戏 这游戏对玩家的账号 到底有什么怒火吗 我觉得很多 已经很多人在抱怨 这个游戏的账号 就是账号管理很有问题了 你们游戏公司 你们游戏公司 对于玩家的账号管理 是有什么不满吗 这游戏会不会太暗 只是重新登录账号 就被说短时间登录 不能登录还确保安全 游戏用好一点再出啊 还想模仿天堂差太多了 所以到底有多少人的账号出事啊 到底是有多少人的账号出事 那是账号出事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